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仲指出 此次事故调查特别邀请公安部 监察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参加 是为了在事故调查处理阶段充分发挥国家专政的威力 狠狠打击煤矿非法生产和背后隐藏的失职读职以及腐败问题 这次你注意到我们领导小组里面有公安部副部长 这样把我们强大的专政的机器动员起来 对于那些非法分子 藐视国法 藐视监管 就算行李的那些不法分子是一个严厉的打击 今天早上持续闷热了几天的北京终于迎来了一场大雨 在中央电视台主楼的顶层平台上 我们看去这场大雨并没有能够冲淡北京城的雾气 现在整个北京城还笼罩在一片失雾当中 根据北京气象台提供的情况 今天北京的雨将时段时序一直下到晚上 今天早晨的大雨和降雨给北京的交通带来了一定的拥堵 现在是上午十点钟 按照平时的情况 早高峰应该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看到 交通仍然是有一定的拥堵 根据北京招管部门的介绍 说今天的大雨和降雨 并没有使北京的高速路段出现封路的情况 但是为了安全 北京的招管部门还是在部分路段 实行了限制车速的措施来确保交通安全 另外山东 天津 河北 以及东北的部分地区 今天也出现了雨雾天气 局部地区还出现了浓雾 继向专家解释 出现这样的天气情况 主要是因为近日这些地区空气湿度较大 再加上一股弱冷空气雨之交汇 形成了连续的轻木出现 目前这些地方已经陆续开始了降雨 随着雨量的加大 雾气将会逐渐散去 预计今天河北 北京 天津 以及东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道暴雨 这将会给人们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 请您出门时记得带好雨具 日本 美国 中国等多国科学家 在11号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报告说 他们已经绘制完成了水稻基因组序列全图 其覆盖率和精确度都远远高于此前发表的草图 据称这是目前在高等生物中 最精确 最完整的测序工作之一 这次国际水稻基因组测序计划是于1998年 由日本 美国 中国等1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 这次汇成的水稻基因组全图不仅定位了水稻中的37500个基因 而且还率先在动植物中完成了对着司力的测序 2002年底科学家们初步绘制完成了水稻基因组草图 在草图的绘制中 中国科学家曾圆满完成了水稻四号染色体的精细序列测定和分析工作 在接下来的全图绘制中 中方科学家仍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承探并完成了水稻先进两个亚种间 全基因组序列的比较 及水稻基因组着斯力序列的分析工作 这头两个全头大小毛发黑亮的小家伙 就是刚刚诞生六天的克隆香猪 别看他对着镜头还有些羞涩 吃起饭来绝对一个顶撒 短短六天就足足胖了一圈 目前小香猪和代孕母亲一起生活 身体非常健康 高兴起来还能撒了花的到处乱跑 它生产非常顺利 都是很天然的生产 我们预期的也是地产期也是一样的 克隆香猪能够顺利产出 着实让科学家们费了不少心思 他们将克隆胚植入15头白色母猪体内 其中一头妊娠 在经过长达三个月的发育后 产下三头克隆小香猪 可惜只有眼前这头存活了下来 据专家介绍 猪的一些器官与人类器官非常一致 因此克隆猪可以用作 人类一种器官移植的使用 专门应对困扰人们的糖尿病 肾衰竭 心脏衰竭等常见病 也就是说克隆技术 被攻克里头一种器官移植 这个科学兰体完成了一大半 很精彩智亡 有 好